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现在其实道场其实非常少 无论是你的智慧也好 你的思想也好 都是从这个世界里面的体验做得来 但是我们带着自我 带着情欲去体验的时候 你一定被困住 你会迷失在假象 迷失在幻境 所以要有紫跟钉 通过紫跟钉来关 才是会关 如果带着情欲带着自我去关 你那个关不会让你解脱的 会让你陷进去的 不管你关到任何境界 三界六道 幻境无数 光明里面有光明的幻境 我们这个预见天有预见的幻境 社界 社界 无社界都有幻境 到最后 所有的文字 定义 概念全部是幻境 一个定义已经是幻境了 时间跟空间的突破 不是说粗糙的 简单的 我们说我们把一些欲望放下 就能突破了 说我们绝照到了 我们有弹车去曼仪 我们停下来 到最后 时间 空间 定义 概念 文字 这些幻境更难突破 一个定义已经倒下了 已经进去了 已经被自己 把自己绑死了 已经在一个自己制造的盲区里面 那我想这个真我 这个本我 是证得了空性的时候才发现吗 本我在进入定态 近似于定态的状态 可以借信 可以借道 但是呢 你没证得的时候 这个借道是没有力量的 你启用不了 比如说 启用空性的力量才能 佛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妄想导致的 这个空性里面没有任何一法 没有东西在这个空性里生出来 但是呢 众生谁也发现 就是说 你有什么样的业力 在空性里发现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二轨道发现了二轨道的世界 人力发现了人力的世界 因为每个东西生命的业力不同 所以在空性里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世界 你体验着不一样的觉受 空性里面不生一法 本来就没有东西 没有这个世界 就是说 时间空间是你发现的 相对于你人力来说 现在是中午 是吧 下午 但是相对于二轨道 或者其他道路 现在时间也不是这个时间 时间都是相对存在的 就有种种功能 只不过是你发现了这些东西 把它转化成一些像 不是 我就想因为 尤其到现在为止 其实还是没有正的神通的 你没在空性里面 怎么有神通呢 而且你没入正定 怎么能有神通 即使你没有原症 为什么天灵就具备有神通 只是没有漏尽嘛 你知道神通是怎么 神通必须入正定 而必须入正定的首要条件 要快速的就是离情去欲 情欲是你最大的障碍知道吧 如果你有情欲 你就不可能冲出三维角度的 欲见天的死空 你怎么可能有神通呢 你心就不能转握 心能转握是提出空性的力量 而且定力也可能培养神通 但是如果情欲不尽 不是他这个情欲不是生理上的 不是说你出家就尽了 剩心 杀道瘾 心瘾 心里面那种对情欲的那种看法 那种认知 如果这个不尽 神通就出不来 杀道瘾 三星嘛 不是说我们明天起了头 坐在山洞里 十年不出来 你就能够列出来的 如果心性上的东西不尽的话 即使是心性一个认知概念 就是妄想嘛 如果不尽 不能彻底的尽 你是不能入正定的 就算你素食有能力 说有根气好 你有很多幻境 你可以入定台 但那不是正定 尤其是入不了正定的 只有正定才能开启神通 才能打开天野 打开慧野 法野 才能逐渐地转化 所以佛让他的弟子们 临起去是有道理 我们不是说刚开始 凭着一腔热情 凭着对爱的一种理解 凭着对爱的定义 对所有的这个世界的慈悲 一种有限的慈悲 或者是舒适 对修行的一些更器 或者对佛法的一些理解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能不在情欲里边 或者这个世界的明利情 里边不迷失 达不到的 需要指 需要戒律 子戒律 然后短期的闭关啊 什么这些都是需要的 慢慢让自己清静起来 身心清静 心安住在空心里边 在外在在视线种种下 你才可能达成 或者心必迁移 心必很多东西迁移 三四年前吧 其实说心能转悟 其实已经达到了 我们在我们在刚 就是刚刚就是接触修行的时候 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很多认知啊 很多概念都没有都没有出来 对吧 但是感觉随着自己 但是好像到后面修的时候 好像很多认知概念的话 就困得比较厉害 然后就比较能出来 但是那些东西如果能失去的 都不是没正常 不管你在某一个阶段 多么的鹦鹉神通巨主 但是呢又失去了 那还没正的 还不到 静下来吧 静下来 安住 把妄想停离掉 你才能看清楚 看清楚自己 看清楚这个世界 其实有什么感觉 有自己好不孤独 嗯 因为你悲心这么重了 已经完全进入一个禽子的状态 这个世界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把你抛弃了 看到吗 但是恰恰是你抛弃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幻境 但不是又来抛弃的 是我们从这个幻境里 让我们成道界别真理的 不是这个幻境的出现 不是又来 就是我们去抛弃夜里的 暂时的抛弃夜里 都是为了解脱的 这个世界是为了解脱 准备的 这是一个 你现在走在了某一个幻境 有的人很苦 可能走在地狱岛的幻境 没有悲伤 这个世界很完美 以前没有这种体会 嗯 但是最近确实是发现 好像感觉 好像你很难 你很难找的人跟你聊得来 嗯 很难 非常难 修行是如此 是辛苦了 但是我们要坚强 每个人都孤独过 每个人在走出这个 时空幻境的时候 没有人不孤独 每个人都觉得 这个世界不需要自己 自己没有价值感 没有成交 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是不邪 邪恶的 这个世界是不需要爱的 不需要被爱的 爱的 或者这个世界是抛弃自己的 等等 这些都 我相信很多人修行都体验过 你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那真正的大四大牌 究竟是什么样 对我一直 嗯 一直在想 也一直在想 还能用文字来说吧 如果用文字来说 就是平等和智慧 平等性的智慧 它是表面上很无情 但是它是很大爱 永恒的爱 永恒的爱 从不厌倦的 深深深深深深追寻的那份爱 在那份爱是普及到天下每一个人来的 而不是只对一个人 平等的对每一个人 那份爱 那叫平等 那叫大慈大悲 十几岁的时候爱 他并不懂得爱 知道吧 那份爱是不懂爱的爱 其实到一定时候 他懂爱的时候 他有了欲求 他想回报 他在每一份爱里面要回报 甚至你不回报 也认可我是爱你的 或者是什么 但所有这些都是妄想 妄想 这就是我今天就是说 当对一个充满感情的人 或者是一个 沉浸在一份深情里面的人 这些人 对这个世界的情 尤其是爱情 亲情友情来说 甚至对一份 爱情是无私的 对一份亲情 你对你的兄弟 你对你的父母说 这是个妄想 当你妈妈爱你的时候 佛说这是个妄想 当你的兄弟姊妹爱你的时候 你说 姐弟之情是个妄想 你能说出来吗 好残忍的哦 但是佛就这样说 这是一个幻境 司空幻境 这是个妄想 去把这份情深化成大慈大悲 去把这份情平等的 对每一位众生 对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 这叫大慈大悲 否则你一定被控在这种情之里 亲情友情血缘的 无私的爱情 多么完美的 圣洁的 专注的那种 永恒的爱情 包括一份亲情带着血缘关系的 无私的 当一个母亲无私的爱你的时候 你能对着你妈妈说 这是个妄想吗 但是就是这样 事实 很残忍就是这样 是我们妄想导致的 时空幻境 当我们空在了一份 众生 就是有情众生 空在情绪里 甚至事实在这轮回 每个你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独特的 都是优秀的 或者是什么 都是 嗯 可别不一样的 或者是什么 没问题 你到这个时间段 你是一个人 这个时间段 你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一直下去 不知道 嗯 那说明什么呢 本来就是这样 你上一秒 跟这一秒也不同 我们是不断生命的 刹那轮回 你刚进来的前一秒 跟这一秒也不同 你以为你是一个 不变的你在这儿吗 你有个概念 认为你是不变的 定义你在有恒 但是你在刹那刹那生命 在佛眼里 我们刹那刹那在生命 你有有恒的东西吗 除了佛性 你还有什么可以有恒的东西 情吗 那是个定义的概念 有有恒的东西吗 你的意识在生命 生理在生命 我 español 你不要跟这些货币 我希望你能够 那是什么 我做了 你不想去 你没想到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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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识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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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